运动员进场 七肚区社区运动会在百福国中热闹登场 29个单位团体共襄胜举 以趣味竞赛的方式 在台风过后活络筋骨 联系情感 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们里面更加团结 今天真的很高兴 然后在台风过后 我们有机会到这边来运动运动 把两天握在家里的那种闷气 都出发出来了 展现活力与热情 明发挥运动家的精神 由七肚区体育会承办的运动会 由市长谢国良主持开幕式 现场有三百多个民众 大家非常热烈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在开米台风后 我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 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的城市生活 那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在郑景州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把基隆市的体育环境弄的 让大家可以健康的运动 带来健康的身心灵 就会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 我们一起努力让运动 让基隆变得更好 身体健康推广到幸福家庭 期许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健康 金融市体育会与市府合作 以不同的形式推广运动 不努力大家走出来活络筋骨 我们希望说我们又各级各级的运动 让我们大家多运动 身体会健康 也非常谢谢我们小爱市长 来推动前面运动 不止各区的健走 还有我们基隆市的 人要去运动会 去运动会 活动越来越多 让市民多多参与 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就是追求身体健康 七土区社区运动会的举办 要感谢很多单位的共襄盛举 感谢我们理事长们的参与 及社区理事长 及我们市政府商分局 环保局相关单位的协力支持 让我们这次的活动 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感谢也很鼓励大家 走出来多运动 幕后推手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还预告9月7号 在外幕山的全国健走大会师 有丰富的摩采品及参加奖 我们在9月7号有一个全国大健走 在外幕山早上8点开始 现在重立的 有我们的六台摩托车 六十台变速脚踏车 还有郭宝宝录 大大奖感有700样的奖 希望所有的全师之民 大家来运动 身体会健康 大家一起来参加 欢迎大家关注 技能士运动爱台湾 计划脸书粉丝专页 一起养成运动的习惯 锻炼身体更健康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谢谢 谢谢